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到陆江水来 是一个国际当作式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就感觉到上海的力量 浦西区是感到上海的历史 浦东开放开放以后 上海飞速发展 越做越喜欢上海这个城市 做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的领导人 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叫洛阳洛南 是一个土耳其人 跟国家领导人见过三四面 我觉得我很幸运 83年 因为两国之间有一个文化交流协定 按照这个协定 每年互排五个学生 我是第一个 而且是通过考试 能够到中国来的 就一个我 排我一个人 改革开放以后 武汉大学 第一次接受外国留学生 第一批 这一共有14个人 其中我一个人是研究生 其他人都是来进修的 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 后来当土耳其外交官 土耳其驻华大使馆 和土耳其驻上海的总领馆 来花已经38年 2012年的2月份 西主席那时候 副主席的时候 访问土耳其 那时候是我以土方 修西翻译 亲自见到那个国家领导人 这是很荣幸 我第一次看到 这么一个年轻的一个中国领导人 非常清楚的一个普通话 我特别高兴 他思路很清楚 他说的很清楚 但是有一点难度呢 他用古话还有比喻 这个比较难 这个说明他文化背景很浓厚 他在伊斯坦布里来过一天 我一直陪着他 感觉是很容易接近 可以说话 第二次呢 是两个月以后 土耳其总理访问中国 临走的时候 西主席还跟我说 你的中国说得很好啊 他还表扬我 我西说说谢谢 谢谢主席 14年那个当会在上海 那时候一排一排 我们等了西主席来了 来了以后呢 就我在第一排 又大一个一个跟第一排握手 握手的时候我说 西主席你记得吗 你到土耳其去访问 我是给你当翻译的 他这样停了一下 他说圆啊 我是给你翻译的 哎呦 很有缘啊 跟你见面 他叫我一个苟气 又来叫做笑笑笑 又觉得很好的一个气氛了 2020年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账 这个是很伟大的一个成绩 我在上海住学贫困学生 十个小孩十年 一直觉得是 我也是上海的一个粉丝 2013年 西主席提出来一带一路长夜 对土耳其带来好多 经济方面的受益 对中途关系 带来好多新的领域 可以实现的领域 13年到现在 中国大步骤的发展 而且是不同领域的发展 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 很厉害的一个事情 做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非常难 做好那就更难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 他很认真 很了不起的 我很佩服 非常佩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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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